18年前 爷爷给我定下林家婚约 5年后 爷爷突然离我而去 之后就只能靠剪破烂为生 突然有一天 被路过的昆仑仙人云阳子 带到天都风修行 在这个年纪入了先天 就是500年来第一人 该下山去历练历练了 到红尘中 去寻找突破先天的机缘 是 师父 敢去也 回到河城 李沫尘第一件事 就是到林家来退婚 了却成员 从此道心坚定 说不定就此突破了 更何况娃娃亲这种事 也太封建老套了 原来林家这么有钱 站住 鬼鬼祟祟的干嘛呢 我是来找亲戚的 又是一个冒充林家亲戚的群鬼 这里住的都姓林 你就说你找哪个吧 我找林上义 走走走 你也就听过这个名了吧 知道他是谁吗 林家老爷子是你随便见的吗 我叫李沫尘 你给林上义打个电话就知道了 这小子一副气定神贤的样子 该不会真是林老爷子的亲戚吧 这要是得罪了 我可担待不起疑 还是通报一下吧 等着 还真是个不错的地方 在河城也算数一数二的风水宝地了吧 一看就是有高人指点过的 咦那是什么 乌云盖顶 这家人好像被人算计了啊 要不要告诉他们一声呢 就在这时 门口走来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 洛管家 就是他说是林老爷子的亲戚 你叫李沫尘 是 跟我进来吧 真是好命 我咋没有这么有钱的亲戚呢 夫人 人带来了 你就是李沫尘 是 从山里来 是 李沫尘连打了两个事 见人家还是没有请他做的意思 就走到旁边那张的墓椅上 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 放肆 这把椅子也是你这个山里来的能坐的 算了 刚从山里来的孩子 不懂规矩 我找林尚义林老爷子 老爷子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有什么事 跟我说吧 你可以叫我林夫人 跟你说 这位夫人看年纪 肯定不是林尚义的夫人 那就是林尚义的儿媳妇 没解除婚约前 那不就是自己的准丈母娘吗 你觉得不好意思开这个口 觉得很过分 对吧 那你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 我当然知道 那我先跟你说说我们林家的情况吧 不论财富还是地位 我们林家在合成 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大家族 就说你坐的这把椅子 是专为林家家族准备的 价格是2300万 你是第一个坐到这把椅子上的 外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你们林家很有钱 这家伙该不会是个傻子吧 那我就再说明白点吧 像我们林家这样的家族 绿带连鹰都讲究门当户队 那夫人的意思是 我们林家不可能把女儿 嫁给一个没有身份的穷人 哪怕是入这也不行 明明是自己来退婚的 看样子 好像是被人家给退了啊 不管退还是被退 都是一样的结果 这倒省了不少事 那夫人想让我怎么做 把婚约留下 林管家 我给你200万 这笔钱 供你下半辈子好好生活了 200万 呵 你们林家还真是有钱啊 林夫人以为她嫌价钱太低了 家里现金不多 你嫌少的话 我可以再给你开300万支票 一共500万 怎么样 1000万 小子 别不识抬举 人心不足舌吞向 小心有命正没命化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算是吧 你会后悔的 呵呵 我倒想看看 你怎么让我后悔 这就对了 年轻人要是大体 这轻重 有些东西注定不是你的 嗯 我本来就是找你们林家退婚的 但是现在我不打算退了 李牧尘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有什么事情 让林老爷子来跟我说吧 我先走了 夫人 要不要拦住他 别在府里闹 这件事不能让老爷子知道 那老爷子 真的会认同这门婚事吗 老爷子把信誉看得比名都重 他要是知道李牧尘来了 一定会逼着曼青嫁给他的 我绝对不会把女儿 嫁给一个穷屌丝 那我要不要找人 把这小子处理了 不要弄出人命 教训一顿 赶出合成就是了 最重要的 把老爷子亲笔写的那张婚约拿回来 是 夫人 哦对了 把那两百万给他 这是我答应了的 不能让人说我们林家小气 叫他永远不要再踏入合成一步 放心吧 夫人 他不会再出现在合成了 李牧尘离开林家后 就直奔西郊林珊瑚 因为爷爷就埋在那里 嗯 这个老者不一般啊 还是个化镜高手 不过身上好像受伤了 在这借助胡杉林气疗伤呢 是他吗 没错 大哥 他从林家出来 我就一直盯着他 兄弟们 手脚干净点 洛爷说了 做掉这小子 每人十万 哦 李牧尘早就知道有人跟踪他 只是确认一下 这些蝼蚁口中的洛爷 是不是他小难 小子 别怪我们 我们也是收人钱财 替人消腮 要怪就怪你自己命不好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 你 你要干什么 说吧 是谁派你们来的 没 没谁 没谁 是 是洛爷 哪个洛爷 洛明沙 林家的管家 还真是洛管家啊 这么不想让我做你们林家的女婿吗 竟不惜要我的性命 那你们林家上方的乌云 我也不需要提醒了 就让你们自生自灭吧 小伙子 得饶人畜且饶人 他们以后都不可能再拿刀伤人了 还不快滚 多谢出手相助 不过 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能看出来 我身上有 你受烈火之伤 阴脉受损 若不及时治疗 假以时日 只怕会伤及根本 你还懂一数 略知一二 能一眼就看出我的伤情 医术绝不会差 那你能治好我的伤吗 你把这立丹药服下去 运转真气两个周天 老人略显犹豫 他的身份尊贵 想要他命的人不知多少 如果眼前这个年轻人 是敌人派来的 但眼下的情况 已经容不得他在犹豫了 好 那我就是已逝 不一会儿 就见老人头顶冒起了白雾 就在这时 击到飞镖直奔老人胸前而来 哼 又是东营来的鬼杂 小伙子 你快走 他是冲我来的 我有伤在身 护不住你 老伯 你好好运转真气 不要浪费了药力 这个人 交给我吧 小子 我和乾坤捞狗之间的事 你最好 不要插手 让开 我放你一条生路 那就让我看看 东营忍术现在进不到什么程度了 小子 你自己找死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 你是谁 将死之人 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只用了一招 就把已经到案进后期的人者打死了 就算自己巅峰时期也做不到啊 莫非 这年轻人已经到达了宗师 小桓丹要力持续时间有限 你还在发什么丹 乾坤如梦初醒 急忙闭上眼睛 再次催动真气 这一次再无杂念 自从受伤以来 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 不知这位宗师怎么称呼 我叫李牧尘 不是什么宗师 你直接叫我名字就行 那我就以老卖老 喊您一声李老弟 你叫我一声老哥 如何 也行 我受伤近十年 求遍天下名医皆束手无策 没想到李老弟一出手就守到病除 你的伤基本没有大碍了 半个月后再给你一颗丹药 就可痊愈 这是我的名片 到时打我电话就行 只是合成林家也算名门望族 不知老弟和林家有何恩怨 我和林尚义也有几分交情 我可以去当个睡客 不必 一点小事罢了 我自己能解决 林尚义啊林尚义 你得罪了这样的高人 只能自求多福了 离开林山湖 李牧尘回到了儿时居住的地方 牧尘哥哥 你 你是丁香 你真是牧尘哥哥 这些年去哪了 我和马山哥都可想你了 我也想你们 嗯 我们以前住的院子呢 早拆迁了 可惜那房子不是我们的 要不然能分好大一笔拆迁费 对了 莫尘哥哥 你还没吃饭吧 我们边吃边聊 你们这些年过得都好吗 挺好的 马山哥在酒吧里当经理 可威风呢 这家伙都当上经理了 不简单嘛 那你呢 我 我考上了大学 现在还在勤工减学证学费 你呢 莫尘哥哥 你这些年是怎么过的 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没工作 哦 这样啊 你不会还在捡垃圾吧 当然没有 我只是暂时没工作 放心吧 我很快就会挣到大钱的 以后你的学费生活费 就包在我身上了 你和马山哥都这样说 要不晚上 我先带你去马山哥的酒吧看看 说不定 能帮你在酒吧里 找一份工作 好 马山 马山 你真是越来越能耐了 让你看厂子 不是让你砸厂子的 连刘老板都敢得罪 宝哥 我真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刘老板 还敢嘴硬 刘老板电话都打到那姐那儿去了 算了 报子 都是自家兄弟 有话好好说 刘老板说他看上了我们这里一个妞 你却摆班阻拦 让他很没面子 有没有这回事 那姐 刘老板看上的是丁香 他只是来打工的大学生 不是 那又怎么了 我们是做生意的 没这些土豪 我拿什么养你们 那姐 我们从小一块长大 他刚考上大学 到我这儿来勤工俭学 我不能让他被人欺负了 周娜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马山 讲义气是吧 给你脸了 行了 就这样吧 回头你让丁香过来 给刘老板道个歉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马山心里很清楚 那姐口中的道歉意味着什么 那姐 你让我怎么做都行 但丁香是我妹子 请你放过她 好 很好 我很欣赏你 这件事那姐我替你扛了 快去医院吧 谢谢那姐 马山离开酒吧 到附近的诊所 简单地处理了一下 刚从诊所出来 他就接到了丁香的电话 马山哥 你猜我遇到谁了 谁呀 是牧尘哥哥 他会合成了 晚上我带他来你的酒吧玩 哦 对了 牧尘哥哥还没工作 你看能不能给他在酒吧 安排个活作作 行 包在我身上 嗯 太好了 我就知道马山哥 你人最好了 马山觉得 让李牧尘在酒吧做事 应该没问题 至于丁香 那姐做了担保 应该不会有事了 牧尘哥哥 马山哥答应给你安排工作了 哦 李牧尘看着丁香 仿佛又回到了十三年前 现在的他和十三年前的他一样善良 而另一边 林家门口 老爷子 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老了 走不动了 林老爷带我们这些下人 和乡下来的穷亲戚都这么好 是个大好人 从小我妈就跟我说 好人都能长命百岁 哪有什么长命百岁 你马屁拍的在想 也改变不了我这匹老马的命运 你刚才说什么穷亲戚 今天有个小伙子 穿得破破烂烂 指明来找您 说是您的亲戚 好像叫李什么臣 你说他叫什么 他叫 叫李莫臣 洛管家积赖的 人呐 走了 去把洛明沙给我叫来 林家别墅内 爸 出什么事了 哼 那要问你婆娘 你问问他干了什么好事 颜慧敏吓得一哆嗦 低下头 抽气起来 一边哭 一边把白天的事说了一遍 你说你也是 怎么不跟爸说一声 就擅作主张了呢 爸不是最近身体不好吗 我想这点小事 就不麻烦罢了 颜慧敏说的可谓滴水不漏 加上他抽气的样子 引得了在场人的同情 是啊 叔 慧敏说的有道理 且不说这门不当户不对的 就说两个人从没见过面 让曼青怎么接受 曼青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爸 穷人怎么了 翻开族谱 网上报三代 谁家没穷过 你们老颜家就没穷过 爸 您说 让我们怎么办 您才能消气 找 去找 发动所有人 不把人找回来 就让你婆娘 滚回梅城去 就在这时 李莫辰和丁湘 已经来到了 马山上班的地方 马山哥 你头怎么了 哦 没事 不小心摔了一跤 嗯 伤觉不是摔的 摔伤一般在额头或额脚 另外 马山的脸上 有轻微的皮下血淤 这个伤位置偏高 马山哥 好小子 长大了 长高了 还挺帅 这么多年 你跑哪儿去了 拜了个师 在山里学艺 来到这你就放心吧 以后山哥照着你 有我一口饭吃 绝不让你饿肚子 谢谢马山哥 马山哥 你答应给牧城哥哥 安排工作的 放心吧 我马山答应的是 什么时候反悔过 就在这时 豹哥从后面走了过来 呦 马山 这是想通了 把妹妹带来了 我兄弟刚来合成 我让他来酒吧搭个手 别 废话 一会把你妹妹送到包厢 说完 豹子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马山哥 你不是酒吧的经理吗 刚才那位是 这么大个酒吧 好几个经理呢 上面还有总经理 刚才那个人外号豹子 是总经理请来看场子的 走 我带你们去里面转转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丁香 啊 姚莉莉 怎么是你 丁香 没想到你也来这里玩 你不是考上南疆大学了吗 来 我给你介绍个学姐 真的啊 这位是林家大小姐 林曼青 李沐晨一听见这个名字 瞬间愣住了 我记得爷爷留下的 那张婚约上写的女方名字 好像就叫林曼青 在婚约还生效的情况下 她就是自己的未婚妻 林小姐好漂亮 那是当然 曼青可是我们合成上 留圈子的第一美女呢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张公子 张一萍 永青集团董事长的儿子 周旭 家里是做服装生意的 既然大家都认识 不如我们就一起玩吧 我没意见 曼青 你说呢 当然可以啊 丁香转头看向李沐晨 像是在询问他的意见 当然李沐晨也知道丁香在想什么 挺好 那就一起玩吧 说着几人就朝包厢 兄弟 加个微信呗 什么是微信 兄弟 开什么玩笑 你不会连微信都不知道吧 沐晨哥哥刚从山里来 所以 他 原来是山里来的土包子 就在这时 包子带着一行人闯进了包厢 小妹妹 跟哥走吧 怎么回事啊 鲍哥到我包厢里把人带走 这也太不合规矩了吧 呦 张公子 我不知道是您开的包房 这帮该死的 怎么没人跟我说一声呢 误会 误会 哼 那还不快点出去 就在这时 刘老板也进来了 我倒要看看 是谁这么不给我面子 呦 原来是永青集团的张公子 你是 红线的刘洪宇 刘老板 那现在我要带他走 你还有意见吗 看着被吓坏了的林曼青 张一平知道表现自己的时候到了 不行 他是我的朋友 你不能带走他 姓张的 别以为你是永青集团的公子 就算是你老子 也不敢跟我说不行 滚一边去 张一平差点被吓到尿裤子 赶忙退到一边 早这样不就好了吗 小妹妹 乖乖跟着走吧 就在刘老板 将咸猪手伸向丁箱的时候 李莫辰站了出来 猪手 你不能动他 你又算哪根葱 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我是他哥哥 给你个机会 给这里的每个人磕一个头 这事就算了 别动他 哟 又来个妞 该选哪一个好呢 刘总 张一平准备把林曼青的身份说出来 毕竟在合成 还真没有人敢动林家的人 话还没说完 就挨了一巴掌 你小子再敢说话 我就废了你 豹子 去把那两个妞 带到我包厢里 你们带得走吗 给你个机会 给这里的每个人磕一个头 这事就算了 他刚才说什么 他说让刘老板 给那女孩磕十个头 卧槽 这小子是不是疯了 我也这么觉得 李沐晨 你别冲动 这件事我来解决 没事 你照顾好丁香 那你小心 你刚才说什么 李沐晨没有回答 只是静静地看着刘红宇 豹子 这是你的场子 你到底照不照得住 你要是照不住 我来替你兜着 妈的 臭小子 在老子的地盘 好事情 今天就让你横着出去 豹子 你有种冲我来 别对我兄弟指指点点 那我就教教你怎么做人 弟兄们 让我先把他腿打倒 嗯 既然有北派弹腿的味道 看样子 马山是练过的 呦 原来会点功夫 怪不得这么狂 就在这时 一个五妹的声音响起 是谁这么大胆 居然在这里闹事 呦 这不是刘总吗 那姐 你说我在你场子里消费 什么时候小气过 结果要个妞都不行了 要不这样吧 这妞我也不要 你陪我到包厢喝几杯 这事就算过去了 呵呵 刘总 你就别取笑我了 今晚我请客 这里的 随你挑 那也包括他吗 他不是我们这儿的公主 我不能强人所难 我还是那句话 除非你愿意替他 否则没得商量 我要是说不呢 有一个办法 把你酒吧的补分转给我 厂子我来经营 当然 我会给你一个好价钱的 呵呵 原来刘总是看上我这点小买卖了 请 我没意见 可是刘总你也知道 这厂子不是我一个人的 这样吧 我给明叔打个电话 他要是同意 我没问题 刘红宇脸色一变 那姐 我就是开个玩笑 哈哈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走 我让你走了吗 哈 你还想干什么 你还没给我们磕头道歉呢 小子 那姐都说算了 你这是不给那姐面子吗 我为什么要给她面子 那姐 这是我兄弟 你这兄弟怎么回事 陌晨 要不今天的事就算了吧 不行 我不能放过肌腹丁香的人 啊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上 我看你们谁敢动他 马山 你要干什么 那姐 我知道你很照顾我 但是我不能让我兄弟挨打 你要为你的错误付出代价 谁能嘎了他 我重重有声 刘老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么多人都被对面给干掉了 此时他注意到方才还有一人未斗 黄师傅 还不快出手 给我废了他 记得要留活口 我要慢慢折磨他 闭嘴 在下铁衣派黄海 看阁下刚才用的詹衣十八爹 颇有几分火候 不知哪门哪派 哪位师傅坐下 铁衣派 没听说过 好小子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 铁衣派的十八行列 兄弟有话好好说 我 我知道错了 我给你磕头 给那位姑娘赔罪 求兄弟高抬贵手 饶过我 我刚才给过你机会了 可是你不中用啊 这边解决完刘老板 李莫辰打算离开 丁香还在外面等他 虽然交给了林曼清照顾 但李莫辰还是有点不放心 马山哥 我们走吧 你们今天谁也走不了 明叔 你怎么来了 事情有点复杂 周纳正要讲述事情的经过 却被明叔打断了 没什么复杂的 刘洪宇是冲我来的 但他不敢直接来找我 就到你这里来搞事 冲你 哼 认识了几个互联网大佬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互联网大佬 明叔你也做互联网项目了 现在什么生意能脱离互联网 就连你的酒吧 不也在搞直播吗 不过不是这个 他们是为了影视城 几年前就有人邀买我影视城的股份 我也知道那人背后是谁 不把我的股份拿到手 他们就没法控制娱乐圈 周娜恍然大悟 谁把他打成这样的 是他 哼 年纪这么轻 就能打败铁衣黄海 不错 不错 你师父是谁 有必要告诉你吗 年轻人不要以为 学了点皮毛功夫 就可以目中无人了 你们说完了没有 没事的话 我先走了 你走得了吗 我不能走吗 周娜也发现了气氛不对 明叔 他们两个刚才帮了我的 刘洪宇带来的那个功夫高手 就是他打败的 我知道 但是你是我的人 蓝桥酒吧就是我的场子 如果我就这样放他们走了 船出去 我还怎么再合成混 今天能从这出去的 只能是我的人 我是我 不是谁的人 那你就别想走了 再下南海太极船 红天成 前来领教 你根本不配让我动手 小子 砍招 红师傅 我的太极拳用的如何 再来 还要继续吗 不来了 冯二爷 我给你丢人了 说吧 就朝门口走去 小伙子有点东西 就是不知道是你功夫厉害 还是我的枪厉害 明叔 周娜很想替李牧尘求情 有马山这层关系 他很有把握把李牧尘拉拢到身边 这样的年轻高手 上哪去找 等一下 只见林曼清拉着丁香走了进来 马山哥 牧尘哥哥 丁香看着有人用枪指着李牧尘和马山 不免有些担心 别怕 有我 明叔 你是谁 我叫林曼清 几年前我爷爷住寿的时候 见过您 嗯 你是林秋生的女儿 是的 你来干什么 我想请你放了我朋友 哪一个是你朋友 他们俩都是 冯天明没有说话 紧紧盯着林曼清 忽然 哈哈哈哈 林家大小姐来要人 我怎么好不给呢 再合成 谁敢不给林老爷子面子呢 谢谢明叔 林家的面子我给了 我冯天明的面子 你林大小姐能不能也给一个呢 明叔您说 只要我能做到的 城南的老车站改造 这个项目我想投标 但我知道你爸也要投标 我想和你们林家合作 这个项目大家一起做 可是我从不参与家族的生意 你应该去找我爸谈 那么说 林小姐今天不是代表你们林家来的咯 不是 既然你代表的不是林家 那我也就无需给你面子了 就是你爸来了 也得叫我一声二爷 你不代表林家 却到我厂子里来要人 你说 这个面子让我怎么给 林曼清没想到冯天明会发火 而且这么直接了当地拒绝了他 但他不愿意就这样放弃 明叔 你今天放了我朋友 这份恩情我会记得 将来一定还你 你怎么还我 就在这时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空龙康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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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家人打过招呼了 那你跟冯家人很熟吗 还算可以 冯天明认识吗 认识 怎么了 我在蓝桥酒吧 他说这是他的场子 现在要嘎我 冯天明再活在边上 在 你把电话给他 李牧尘看了冯天明也 把电话递了过去 冯天明也疑惑地看了李牧尘也 然后接过来电话 喂 是 是 好的 一亏时候 兄弟 不好意思 一场误会 那现在可以让我们走了吗 可以 当然可以 我们走 明书 刚才是谁的电话 你怎么 昆爷 我没想到 这小子是昆爷的人 昆爷 哪个昆爷 前堂昆爷 前家的人 从酒吧出来 张一萍等人 一直在酒吧外面等着 见林曼清出来 连忙迎上去 曼清 还是你面子大 能从明书手里 把人救出来 真了不起 就是 曼清是什么人 林家大小姐 在何城 谁会 不给林家人面子 丁香 你没事吧 这次 可多亏了林小姐 要不然 你可就惨了 两个老爷们 还要靠女人去救 真丢脸 你们说够了没有 刚才叫你们进去 你们怎么不进去 周旭脸一红 看向张一萍 张一萍的脸色 也有点难看 这个李牧尘 害我在林曼清 面前出丑 得找个机会 教训教训他 由于丁香不放心 林曼清一个人回家 就让李牧尘 送他回去 李牧尘在马路边 南出租车 可是没想到 这个点空车特别少 等了半天也没有用 你没有滴滴吗 滴滴 我当然有 那就用啊 啊 现在就用 李牧尘的表情 极度夸张 仿佛看见了怪物 而林曼清 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解释道 我说的滴滴 是用来打车的 什么 滴滴还能用来打车 算了 要不还是你陪我走回去吧 走回去 这么远 你走得动吗 走得动 我跳健美操的 这点路不算什么 李牧尘 你当时 为什么把丁香交给我 因为我不相信其他人 你相信我 相信 为什么 不为什么 相信一个人 就像一见钟情一样 没有什么理由 你这算什么理由 说了没有理由吗 李牧尘 你是不是早知道我是谁 不对 你一定知道 你刚才问我这么远 走得动吗 可我根本没和你说过 我家住哪 你怎么知道 我住得远不远 你把丁香交给我 是因为你知道我的身份 丁香只要和我在一起 就很安全 李牧尘不得不承认 自己这个未婚妻 很聪明 善良 还有担当 这和那位林夫人很不一样 你这么晚不回去 家里人不担心 他们不知道 我今天回合成 你回家不告诉他们吗 告诉他们了 就会派司机来接我 一点自由都没有 所以你现在要走路回家 就是为了这自由的时间 再长一点 被你看穿了 那你是不是该给我封口费 那我请你吃宵夜吧 你怎么能偷看我发微信 这就是你们说的微信啊 你真不会玩智能手机啊 那你在这等着 就在这时 旁边桌子上 那两个人也站了起来 但看见李牧尘没动 就坐了下去一个 另一个跟了过去 过了一会儿 林曼清回来了 手里拿着一个袋子 跟踪他的那个人也回来了 给你 林曼清把袋子递给李牧尘 嗯 什么东西 手机啊 李牧尘接过袋子 打开来 手机把手机 送给你 我不会用 不会用 我教你啊 说着就开始教李牧尘 怎么用智能手机 这智能手机真难用 比修仙还难 你好 在下李牧尘 请多指教 不敢当 你有没有仇家 嗯 没有 以后晚上不要一个人出来玩 小心陌生男人 那你算不算陌生男人 当然不是 我是你未婚夫 滚 林曼清假装生气地放下手机 心里却并不生气 可是李牧尘却好像当真了 好 李牧尘转身离开 哼 这么开不起玩笑吗 算了 走就走 谁稀罕你陪着 说着就朝和李牧尘相反的方向走去 以后再也不要理你了 哼 美女 这么晚了 一个人走路 是不是很寂寞呀 你们要干什么 当然是干坏事咯 结结结 走开 要不然我报警了 报啊 我看你拿什么报警 你还是报我吧 美女 今天就让我们哥俩爽一个 只要你把我们伺候输不了 我们局部伤害你 放开他 小子 少管闲事 说吧 谁派你们来的 没 没谁 真的没谁 真的没谁吗 菜头 是菜头叫我们来的 不关我们的事 也你饶了我们吧 菜头是谁 为什么让你们跟踪 菜头叫蔡伟民 他让我们跟着那姑娘 找机会绑票 其他的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你们从什么时候跟的 从他从兰桥酒吧出来开始 菜头在哪儿 他有好几家夜厂 不过最近都在狗厂 在城南 出城里 郊边上有个废弃工厂就是 好了 你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 你怎么 回来了 我又没走 那你刚才 我只是走开了一会 叫你晚上小心吧 尤其是陌生男人 你还一个人走到这么偏僻的小路上来 你好像知道有人要对我 这两个人跟了你一路了 吃夜宵的时候 他们就坐在我们旁边一桌 那你怎么不早说 桌子要桌脏 再说了 不给你吃点苦头 你怎么记得住我的话 你混蛋 我救了你 怎么还混蛋了 真难伺候 谁要你伺候了 哎 还没过门就这么凶 这要是过了门 我可吃不消 滚 这家伙不会我说了个滚字 就又走了吧 你怎么这样 我怎么了 你 你跟那么近干嘛 不喜欢我跟着你吗 那我走好了 喂 等一下 又怎么了 你真走啊 那你到底是要我走 还是要我跟着 我 行了 走吧 我送你回家 很快两人就走出了公园 你能不能教教我 怎么用弟弟 啊 什么 我刚才试了一下 第一次 真的不会用 你刚才 试了 要不你帮我弄吧 滚 林曼青这下真生气了 他决定再也不离这个家 喂 不打车 我怎么送你回去 难道真走回去啊 你说什么 打车 对啊 你以为什么 随后 李沐晨在林曼青手把手的教导下 终于学会了怎么用弟弟打车 李沐晨把林曼青 送回了林家所在的别墅 最近少在家里待着 多出去走走 林曼青回到别墅 几时深夜 没想到家里的人都还没睡 林曼青感觉气氛有点不对 爸妈 出什么事了吗 曼青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说学校有活动 周路不回来吗 哦 活动临时取消了 那你怎么不跟家里说一声 让司机去接你 你一个人多危险啊 我这么大的人了 有什么危险 有没有危险 也不许这样 你是林家的女儿 出了门代表的就是林家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派司机 派保镖吗 在外面 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 你这么晚回来 去哪了 就是和同学出去玩了 哪个同学 周旭 还有张一平 你们认识的 张一平是不是永青董事长张根茂的儿子 好了好了 女儿也没和乱七八糟的人来往 你就别追根问底了 给女儿一点自由吧 张根茂的儿子想干什么 我还不知道 想攀我女儿的高知 他张家还不配 家再不济 也是合成富豪 永青集团和咱们也有合作 要我说呀 我宁愿让曼青嫁给张根茂的儿子 也不要他嫁给那个香巴佬 妈 你们说什么呢 什么香巴佬 什么嫁不嫁的 姐 你有个未婚夫 你不知道吧 什么 你有个未婚夫 是爷爷帮你订的娃娃亲 今天人家拿着婚约上门来了 不可能 林云 你胡说什么呢 你不信问妈 妈把人家打发走了 后来被爷爷知道了 爷爷可不高兴了 爷爷说 要是不把人找回来 就把妈赶回梅城去 妈 这是不是真的 到底怎么回事 人本以为 这只是当年你爷爷喝多了一时糊涂 才跟人家订的婚约 这么多年过去了 也没再提起过 可是会想到 那人今天就上门来了 是什么人 听说是个道士 姐 嫁给道士也好 以后帮我讨几颗丹药 让我也长生不老 你给我闭嘴 惠敏 这人的家世背景 你都调查了吗 咱爸不会无缘无故 和人家定亲的 我能不调查吗 从18年前 咱爸说了这事以后 我就查了 那人无父无母 跟着爷爷过 祖孙俩靠捡垃圾生活 后来老头过世了 这小孩也就不见了 我以为死了呢 谁会想到过了十几年 他又回来了 不会吧 就一个捡垃圾的呀 我还以为 是什么隐秘门派的传人呢 那他这十几年去哪了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看他今天来的样子 穿得破破烂烂的 挽个发际 真的像个道士 想必过得不怎么样 他是算准了我们慢轻成年了 就指望靠坐咱们邻家的女婿来翻身呢 我不嫁人 不管他是做什么的 我都不会嫁 都什么年代了 还只赴为婚 封建 姐 这话你去和爷爷说去 好 我去找爷爷 站住 你爷爷八十多了 最近身体不好 不许去给他添堵 这件事没什么好说的 人找不到就算了 如果人找回来 我马上就给你们办订婚宴 爸 好了 你回房休息去吧 洛管家 把大小姐安排好 最近除了学校 哪儿也不许他去 李牧尘出来合成 没地方住 晚上就住在马山家里 山哥 你在酒吧不是混得不错吗 怎么不住个好点的地儿 吃饭一张嘴 睡觉一张床 住那么好干嘛 我这人存不住钱 无朋狗友多 几顿饭就把工资吃没了 冰箱上大学的钱有了吗 我存了一万 冰箱平时打工也能挣点 应该够了 这附近买一套房子多少钱 那要看多大 一万多一瓶 你自己算吧 怎么 你想买房子 是 我想买套房子 咱仨住一块 以后别分开了 你有钱吗 没有 那你说个屁 有什么方法可以赚快钱 不犯法的话 就赌石打黑拳 对啊 你功夫那么好 打拳一定能赢 打拳能赚多少钱 我知道的都是小场子 赢一场赚个几万吧 听说有那种大场子 一场十万几十万的 一场才几万 抛头露面当个拳手 没意思 赌石是什么 赌石 就是赌一块石头里面 适不适合 石头不切开 谁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咔嚓一刀下去 绿油油一片 那就发达了 要是开出好料子来 一块石头 赚几百万上千万也不是没有 那咱们就去赌石 行 我去打听赌石的场子 逗狗怎么样 逗狗当然也能来块钱 就是赌嘛 不过狗场都黑 不熟的话 去了也是费仔 你干嘛问这个 城南出城立交边上 有个破厂房 听说是狗场 你认识的人多 去找人打听打听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合成赵家 姓李的道士 赵家家主赵西海 听着管家的汇报 知道这个李道长 什么来头吗 不知道 不过林家人看上去很着急 几乎发动了所有力量 在找这个人 包 林家不会是知道什么了吧 为什么突然找一个道场 你去把吴先生请来 另外 问问天心官的张道长 知不知道这个李道长的来历 是 不一会儿 进来一个鹤发童年的老者 赵家主找我来 不知所为何事 我听说 林家正在寻访一个姓李的道士 他们会不会对我们的行动 有所察觉 想找道士 破解吴先生部的局 照家主放心 老夫所用的法门 乃是我门派秘传 在合成 莫说没人看得懂 就算他们看出来了 也别想破局 吴先生 我们就这样等着 什么都不做 林家就真能自然衰败吗 赵家主放心 林家乌云盖顶 百事不顺 想不衰败都难 好 只要林尚一那个老东西一嘎 林家的产业半年内就会改姓赵 到那时 我赵家就是合成第一 晚上马山打来电话 说是赌食的厂子找到了 常让李牧尘去蓝桥酒吧回合 二楼包厢内 李先生 欢迎欢迎 周总客气了 我就是一个开酒吧的 不是什么总 要是不嫌弃 也可以这么叫 或者就叫我名字就行 行 马山哥怎么叫你 我就怎么叫吧 听说 你们想赌食 是的 这一行水可生着呢 食赌酒疏 大多数石头 只要皮子包着 不管你多少钱买的 切开来石头还是石头 谢谢娜姐提醒 我们就是小玩玩 行 那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不一会 几人就来到了像展销会一样的大厅 摆了几十个摊位 有大有小 这不就是地摊业是吗 你这么说也对 不过你可不要小瞧了这地方 有时候一晚上成交个几千万 也不是新鲜事 好了 你们自己进去看吧 我对这些东西不太懂 就不奉陪了 什么时候想走了 给我打个电话 谢谢娜姐 走 马山哥 我们去那边 在六龙大厅的办公室内 有一块大屏幕 屏幕上可以看到交易厅内 各个位置的场景 你确定他们是来赌食的 这个李牧尘我不了解 但马山是个直信子 他不会骗我 过了一会 周娜又问道 明叔 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关心 就因为他认识前堂坤爷 如果只是坤爷的朋友 我顶多也就敬让他几分 但我回去问过洪师傅了 这个李牧尘 明明用的是太极功夫 却不承认 他不是说献血献脉吗 洪师傅学权三十年 才有这样的成就 他轻易就打败了洪师傅 你说他献血献脉 可能吗 那么说他也是太极门人 洪师傅认为 他是北派太极 故意来提场子的 可昨天明明是偶遇啊 不管是偶遇 还是故意 这是他们太极门内的事 洪天成几经向南派太极总多报告 到时候是李逵还是李鬼 自然会有人来分辨 那明叔是想 做我这一行 难免会遇到 需要靠武力解决问题的时候 而我的身边 正需要一个 像李牧尘这样的高手扶持 明叔是想招揽他 可我看这个人傲得很 只怕难以驯服 世人就有弱点 他今天既然来赌食 就说明他缺钱 明叔 你不会是给他们下了套了吧 像这样的人物 我怎会用下作手段 我只是好奇 就凭他那一身功夫 想赚钱有很多办法 为什么要来赌食 赌食不是打架 只凭一身蛮力可不行 得靠眼力 牧尘到底行不行啊 要不咱们随便买一块得了 反正就是一腿子买卖 别急 今天反正咱们不会空着手回去 两位喜欢什么样子 李牧尘指着旁边一堆 不起眼的石头问道 这个怎么卖 我把一个随便挑 李牧尘随手挑了两个 让马山付了一千块钱 随后来到切实台 料子不在我这买的 切的话是按道收费 你这两块料不大 五十一刀吧 不过我可先声明 这是毛料 你可能连切割费都挣不出来 没事 亲 老板也不废话 就拿了石头去切割 第一块石头切下来 里面什么都没有 白面馒头似的 一点浴光都看不见 还切吗 亲 老板就开始切第二块石头 一刀下去 卧槽 满了 老板的一声惊呼 立刻把旁边的人都吸引过来了 这色 这水头 几年难得一见啊 可惜料子小了点 要不然就发财了 小伙子 你这石头卖不卖 五万块 我收了 我出八万 我出十万 我出十二万 就在此时 周娜和冯天明走了过来 一眼准 有两下子 你是怎么看出 这石头里面有料的 随便挑的 运气好 那你可真是好运气 老秦 你估一下 这块石头价值多少 还不好说 只看前面的话 成品价值三十五万左右吧 那就三十五万 我收了 三十五万 那是成品价格 还是估算 这摆明了是要亏的 不卖 可 这小子心也太黑了吧 就是三十五万还不满意 还以为近年遇到鬼眼狗糟了 没想到是个棒粹 冯天明微微皱眉 问道 那你想卖多少 如果明书真想要的话 就二十万吧 好 那就二十万 到我办公室去拿钱 随后几人就朝办公室走去 这是二十万 你点点 马山哥 李牧尘看都没看一眼 就让马山收起来 明书真是个爽快人 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 李先生是个高人 如果说我想请李先生 做我的保镖 那是对李先生的不敬 所以我想和李先生合作 什么合作 两件事 第一 李先生武艺高强 可以考虑开个武馆 我可以略尽年薄之力 场地资金都有我来出 经营上的事 也不用先生操心 你只管交徒弟就行 李牧尘一愣 说得好听 开武馆 前你出 场地你出 经营你管 那还不是给你当个武师 和保镖又有什么区别 再说了 我堂堂天都弟子 只差一脚就踏入先天的人 到合成来开个武馆 简直是笑话 开武馆的事先放一放 等我哪天收徒弟了 让我徒弟来开 你说第二件事吧 逢天明见李牧尘婉拒绝了 也不强求 至于第二件事嘛 我看李先生 对鼓玩玉石好像很有研究 我经常会收一些骑士古董 想请李先生帮我长长眼 价钱方面好商量 如果李先生对赌尸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玩玩 本钱我来出 赚了钱咱们五五分 正好说你来安排 只要我有时间都可以 好 那就这么说定 回到交易大厅 李牧尘打算就这样回去 路过一摊位的时候 惊意外发现一块巡石 老板 这石头多少钱 哟 小伙子 你不是刚才开了块石头 赚了二十万的那个吗 你不会又来捡漏了吧 我就是喜欢这石头 你开个价吧 呃 那就两万 李牧尘看着旁边摆的石头 明显这里的东西都很原价 一千 兄弟 你可真行 我开价两万 你还一千 你就说卖不卖吧 加点八千 你管一千到八千就要加一点啊 说好了一千就一千 卖不卖 不卖我们可走了 以前太少了 得两千吧 成交 老板刚接过钱 就听到有人喊道 慢着 这块石头我买了 我出一万 老板听到价格 就要把马山的两千块还败 怎么 想反悔 人家出家一万呢 出家无悔 我们钱都付了 你敢反悔 老子就砸了你的摊子 老板虽有不甘 却也有点怕马山 而且出家无悔 的确是厂子里的规矩 这位兄弟 你把这石头让给我 我再给你五万 我不占人便宜 不给 就在这时 冯天明和周娜 走了过来 这位朋友面生得很吗 不知是哪位老友带来 冯二爷 他是我带进来的 这时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走了过来 原来是茶公子 茶公子的朋友 我怎么不欢迎 他是我二叔 在南洋的朋友 到河城来玩几天 知道他喜欢玩古董和石头 我就带他到 明叔的场子来转转 欢迎欢迎 茶公子 你难得来 到我那里喝杯茶吧 喝茶就免了 我们今天就是来玩玩的 我这位朋友 看中那块石头 要不这样吧 我在家五十万 算是给这几位的补偿 波曹 早知道就买的贵一点啊 冯天明看了一眼李牧尘 李牧尘也在看冯天明 茶公子 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出价无悔 是我们场子的规矩 他不给你 我也没办法 哼 你没有办法 那我就用自己的办法解决了 你系什么人 买石头的人 哼 你给我等着 我们走 明叔 今天的事限了 没什么 我只是照规矩办事而起 那我们就告辞了 有空常来玩 我刚才说的两件事 还请李先生回去 好好考虑一下 李牧尘点点头 就和马山离开了交易大厅 明叔 我去送送他们 你们这次得罪了茶家 以后可要小心点 怕他个鸟 咱兄弟怕过谁 你们不知道 茶家虽然不显山不漏水的 但出了名的很 他们在南洋有很多产业 听说和那边的树市有些牵连 南洋树市 到了地下停车场 周纳去取车 李牧尘和马山在一边等着 牧尘 您可真行 这一把就挣了二十万 多来几次 就能买房了 这次是运气好 你以为天天都有漏给你姐呢 救命啊 李牧尘和马山立刻冲过去 只见周纳惊恐地用手指着她的车 只见车上爬满了奇形怪状的种子 密密麻麻的 看得人头皮发麻 卧槽 照顾好娜姐 没事了 马山哥 你送娜姐先回去吧 也别走路了 到外面打个车 那你呢 我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好 你小心点 出来吧 饺子 有两下挤吗 你不就是想要这块石头吗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有五十万不赚 非要白送给我 看招 说完小矮人就朝李牧尘冲去 只见李牧尘轻笑一声 只见突然呆 手大起光 轻轻一打 只见雷 你到底系什么人 你既在南洋学艺 就该在南洋好好待着 到了内地 还如此猖狂 真当我泱泱大国无人吗 今日 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仙术 雷来 晚上回到家 李牧尘将悬石电话 做成了四个护身符 丁香 马山哥 娜姐各一个 还有一个 就送给林曼青吧 毕竟人家送了手机 作为礼尚往来 送给人家也是应该的 更何况 他还是我未婚妻呢 我有事找你 你在哪 我在医院 医院 你生病了吗 难道这护身符送晚了 哦 不是我 是我爷爷病了 很严重 我们全家都在医院呢 在哪个医院 我马上过来 很快 李牧尘就来到了医院 你找我有什么事 这是我亲手做的 送给你 给我的 林曼青有些意外 护身符拿在手里的时候 手心里传来温暖的感觉 谢谢 你爷爷什么病 怎么突然就进了医院 医院也查不出来 就说是年纪大了 脏气功能退化的厉害 这可不像是一个专业医生说的话 他平常身体怎么样 你们家应该有私人医生吧 有 平常我爷爷身体很好的 每天坚持锻炼 出问题 大概是三个月前开始的 稍微一动就累 饭量也减少了 当时医生给检查了说没问题 家里也就没当回事 只当年纪大了 可前几天 就是你送我回家后的第二天 他突然就卧床不起了 前堂和深周的专家 都查不出病因 你们家最近有没有出过什么事 什么事 比如说家庭矛盾了 事业不顺啊什么的 这 我不太关心家里的是非 不过最近我爸生意上 好像很不顺 脾气也变差了 你问这个干嘛 是不是也有三个月左右了 差不多吧 看来那个乌云盖顶的局 就是从三个月前不下的 要不知不觉中改变林家的运势 即使再厉害的风水局 也需要时间 可是林老爷子突然病倒 这就不太符合常理 我能上去看看你爷爷吗 你 爷爷现在情况很危急 你见他干什么 我懂一些医术 或许可以帮老爷子看看 你懂医术 林曼庆心头一起 可是忽然想到 这里是合成最好的医院 还有从前堂和深周 请来的专家 他们都治不好爷爷的病 李牧尘又有什么办法 便欺然一笑道 谢谢你的好意 爷爷的病 你相不相信我 不知道为什么 林曼庆对李牧尘 有种莫名其妙的信任 我信 那就让我去看看 好吧 随后两人便来到了二楼大厅 林先生 你们还是准备后事吧 姚院长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只要能治好我父亲 花多少代价都可以 你的心情 我能理解 如果只是我一家之言 你们也可以不信 但前堂来的孙教授 和深周来的中主任 都在这里 令尊的病 我们实在无能为力 林秋生知道 再抢求也没用 爸 我带了个朋友来 他想去看看爷爷 都什么时候了 你爷爷这个样子 怎么能让人去打扰他 我朋友懂点医术 或许可以帮爷爷看看 林秋生看了李牧尘一眼 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 能有什么医术 本就心情低落的他 便没点女儿好脸色 沉生道 也不看看 这是什么地方 姚院长和两位专家 都在这里 别给我丢人现眼 爸 爷爷的情况再坏 能坏到哪去 就让我朋友试试吧 林秋生犹豫了 是啊 再坏能坏到哪去 姚院长 小女不懂事 让您见笑了 您看人都带来了 没事没事 林小姐也是一片孝心嘛 可以理解 不知这位先生 是哪做学府的高材生 又在哪个医院高就 我没上过学 也不是医生 没上过学 不是医生 也敢出来治病 胡闹 这简直是胡闹 就在这时 林夫人走了过来 你 你是李牧尘 什么 你就是李牧尘 妈 你们认识 你不知道他是谁 我和他 刚认识两天 和你跟李牧尘啊 竟然把主意打到我女儿身上了 妈 你们说什么呢 他是个好人 前几天还救过我的命 好人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就是那个你前几天反对 打死也不愿意嫁 从没见过面的未婚夫 就在前几天 他拿着婚约上的来 被我对了回去 什么 林曼青 简直不敢相信 这个男人 竟然就是自己的未婚夫 一时间 他的心头五味杂陈 曼青 你可别上了他的道 他在我们家没占到便宜 出去就盯上了你 你单纯 善良 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什么救了你的命 说不定是他是好的套 让你钻 林曼青 扭头看向李沐晨 莫名的 他的眼角就湿润了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告诉我 这是不是真的 你信吗 只要林曼青说信 我掉头就走 林家人的命运 我才不赞乎 就让他们乌云盖点 慢慢衰败去吧 林曼青 摇头道 不信 不信就好 可你明明知道我是谁 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了 你我将可以相处 你还会把我当朋友吗 是啊 如果早知道 李沐晨就是我的娃娃亲对象 我又怎么可能会让他送我回家 可能和他一起吃路边烧烤 曼青 都这时候了 你还要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吗 他就是个骗子 无赖 妈 你可以不喜欢他 但你不能侮辱他的人格 侮辱人格 呵呵 你问问他 我怎么侮辱他了 李沐晨 你那天不是很硬气吗 不是说要来退婚吗 不是言两百万都看不上吗 怎么后来又把两百万收下了 既然收下了 就该说话算话 再不要骚扰我们林家 现在又来勾引我女儿 真是没见过你这不要脸的人 什么两百万 我没拿过林家的钱 没拿过 呵呵 曼青 你听听 他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钱是我让你洛书拿去亲手交给他的 钱我没有收到 杀手倒是遇见了几个 原以为是洛管家自作主张 原来是林夫人受益的啊 杀手 不可能 我只是让洛管家找人教训他一下 没让人 惠勉 到底怎么回事 不可能的 老洛跟了我们这么多年 他不会骗我的 老洛呢 洛管家 此时众人才发现洛明沙早已不见了综艺 行了你走吧这些事我不想追究 回头我会让人给你送两百万过去 你不想追究就不用追究了吗 那你想怎样 李 林曼青知道了身份后 一时不知该怎么称呼 李 李先生 这里面应该有误会 你刚才说你懂医术 要不还是先帮我爷爷看看吧 可是 你家里人好像都不希望老爷子好起来啊 你说什么 秋生 别和这种人一般见识 你最近血压老师偏高 要小心点 保安 把这个人给我赶走 就在这时 病房的门开了 一直在病房里陪着林老爷子的林产铭 走了出来 你叫李莫辰 是 让他试试吧 二叔 林秋生想阻止 但见林产铭 几经转身回去 关上了病房的门 秋生 这怎么可以 他才多大 连血都没上过 怎么能给老爷子治病 万一 二叔 既然说了 就试试吧 林先生 让他试试可以 但要先说好 他上手之后 出什么事 我们医院可就不再负责了 姚院长 如果我治不好 我当然会负责 但如果治好了呢 不可能 你要是治好了老爷子的病 我给你送锦旗 我又不是江湖骗子 我要你的锦旗干什么 那你想怎样 你给你自己做一面锦旗就行了 上面就写我是用医 小伙子 你要是治好了 我就拜你为师 算我一个 你要能治好 我也拜你为师 可以 李牧尘 你要是真能治好我家老爷子的病 我就亲自在林府门外 扫尘胆兔 把你迎进林家 再侦查倒水 向你道歉 来到病房 林家人和姚院长 以及两位专家 在一旁站着 而林老爷子躺在病床上 双目紧闭 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我伸手轻轻搭在了林老爷子的脉上 这是 钉头剑书 难怪老爷子魂力见证 只是这钉头剑书 需要老人的八字方可下咒 中咒后 七日之内 被诅咒的人必答 看见李牧尘 皱着眉头沉思 姚院长轻轻冷笑了一声 怎么样 小兄弟 有没有看出什么来 他能看出什么来 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 只见李牧尘 拿出了一盒针 轻轻捏起一根针 手指突然发力 向老爷子的眉心刺了进去 接着神听学 左右吸白学 李牧尘手中的针 便形于流水地刺了进去 一昆使后 林老爷子一口淤血吐了出来 然后缓缓睁开了眼睛 宝夜 禅明 我从鬼门关走了一圈 又回来了 奇迹 真是奇迹啊 你就是李牧尘 我是 没想到啊 还是你救了我这条老命 你们先出去吧 我有话跟林老爷子说 你想说什么 老爷子 你得的不是病 而是被人诅咒了 而这个诅咒 需要用到人的生辰八字 把八字定在草人上 一般七天左右 被诅咒的人 就会浑销魄散 没想到我这条老命 差点定死在一个草人身上 活了一辈子 还能见识到 这样的奇数 也不枉此生了 能要到老爷子 生辰八字的 很大概率是身边的人 老爷子 你身边可能出现内奸了 不过 我可以帮你揪出内奸 至于条件 我想把婚约给退了 退婚 你是对曼青不满意吗 不是 那究竟为何 我就是觉得 只付为婚太过草率 对我 对林大小姐都不公平 你是想自由恋爱 婚先不结 先订婚 你们俩慢慢谈 等曼青大学毕业了 再结婚也不迟 李莫辰有点头大 这老爷子 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呢 算了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过两天再来看你 出了医院 李莫辰给马山打了个电话 让他尽快安排 去菜头的狗场 他要从菜头下手 查一查 是谁在打林曼青的主意 李莫辰 你怎么在这里 梅姐 走 梅姐带你去个好地方 很快两人来到了一处麻将馆 今天姐高兴 咱们玩大典 明显梅姐和里面的人很熟 很快就找了张台子坐下了 时机把下来 就赢了七八百 李莫辰却知道 梅姐已经很克制了 以她的水平 想不赢钱都难 因为她出老千 两坤时候 梅姐赢了快小一万 正当我们准备回去的时候 忽然被一群人拦住 梅姐 赢了钱 就这么走了吗 呦 六爷呀 我赢的那点钱 还不够你一天的抽水呢 怎么就惊动六爷了 赢钱不在多少 只要你光明正大的赢 在我阿六的场子里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但有人说你出老千 你不说清楚 今天就别想走了 谁呀 谁说我出老千 杀千刀的 恶人先告状势吧 给我出来 梅姐 别演戏了 你天天来 天天赢钱 傻子都看出来你出老千了 呵 我一天就赢个三五百 怎么六爷的场子三五百都不让赢了 就因为你赢的少 才没管你 但你今天赢的有点多了 我才不管 这场子的规矩就被你坏了 你有什么证据说我出老千 捉贼也要捉脏吧 证据是吧 你身上藏着牌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把衣服脱了 李牧尘知道梅姐身上藏着牌 只要衣服一脱 肯定露线 她很想知道 梅姐接下来会怎么办 快把衣服脱了吧 出老千是要剁手的 脱了衣服 让大家看看 你是不是老千 梅姐 要是不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脱 也可以去我办公室里 呸 你想的美 你们不就是想看老娘的身子吗 脱就脱 正当梅姐准备脱衣服时 李牧尘站了出来 慢着 你想干什么 你们说人家藏牌 就要人家脱衣服 那以后来你这里打牌的人 是不是你想让谁脱就让谁脱 那你想怎么样 如果她藏了牌 自然要受惩罚 但如果没藏牌呢 是啊 如果我没藏牌呢 你怎么补偿我 如果没藏牌 今天你赢了多少钱 我双倍给你 以后你没起来 赢多少钱我都不再过问 还要加一条 以后别让你手下那西魂球 再到我店里收保护费 行 没问题 看 让你们看 说着就把外套和行者脱了下来 只剩下贴身的内衣的衣物 睁大你的眼睛看看 我哪里藏了牌 高八六皱起眉头 看向梅姐身边的李牧尘 小子 她是不是把牌藏你身上 你也把衣服脱了 高八六 你跟我过不去 别牵连我小兄弟 要我脱衣服也行 那如果我身上也没有呢 小李 你别理她 你都没上桌 她凭什么要查你 条件我刚才说过了 刚才是你和梅姐谈的条件 梅姐已经做到了 现在是我 你是靠赌吃饭的 要不咱们打个赌 怎么赌 听说你们赌场的规矩 出千落手 如果我身上藏了牌 就剁我一只手 但如果我没藏牌 就说明你瞎了眼看错了 你这眼珠子也没啥用 就挖掉你一只眼睛 怎么样 敢不敢赌 李牧尘站在那里 脸上云淡风轻 仿佛说的是别人的赌局 小子 你炸我 就当我炸你了 怎么样 赌咱们就开始 不敢赌就让开 现场一片寂静 所有的麻将桌 都已经停下 行 算你狠 小子 走着瞧 我们走 小李 李哥 李爷 今天你就是我的爷 从阿六麻将馆出来 梅姐拿出一万块钱 给李牧尘 干什么 给你的 我不要 梅姐 你为什么要出老千 我 我哪里出老千了 李牧尘从裤兜里 掏出两张麻将牌 一张妖姬 一张九万 还给你 你知道我把牌藏 你身上了 嗯 那你刚才为什么还要和刀八六赌 不赌怎么办 让他搜身吗 可万一刀八六和你赌了呢 他不会赌的 你这么肯定 赢我一只手 对他有什么好处 他输一只眼 可就全输了 刀八六不是输红了眼的赌徒 他是开赌场的 看你年纪轻轻 怎么口气像个老江湖 你以前不会是跑江湖的吧 我小时候捡破烂的 捡破烂算什么跑江湖 梅姐的手这么快 以前不会是变魔术的吧 就你演赌 不过话说回来 他不会放过你 你要小心点 我会注意的 李爷 我的小李爷 你放心好了 有我在 不会让刀八六伤害你的 梅姐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哼